赖特·沃尔特的父亲在去年5月死于中共病毒疫情 而作为必要行业员工每天都出门上班的沃尔特 对父亲的死相当自责 疫情期间 沃尔特还负责起了家人和附近邻居的采购物资工作 他都是将物品消毒后放在各家门前 自己则是在回家上楼后才发短信通知父母 沃尔特仍记得开车带父亲去医院时的场景 沃尔特不断尝试走出内疚和悲伤 而参加一些帮助他人的活动 却是让他找到一丝安慰 5月1号他和母亲以及多个社区组织还举办了一场活动 纪念当地数百位死于中共病毒疫情的受害者 经历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 沃尔特表示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他也更懂得了珍惜的含义 新唐人记者宇婷纽约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